20年來平均每年山難意外的事故 大概有159件 但是今年1月到8月 就已經高達295件的山難救援 行政院長蘇貞昌宣布 上山致敬政策上路滿周年 卻也帶來不少問題 包括山難救援數字不斷攀升 讓消防當位原本就不充裕的搜救人力 更加過勞吃緊 搜索和救援兩者要交由不同的組織負責 並且合作 消防可以繼續負責人力救援的工作 但是在台灣各處的山域搜索 其實應該要認真的去考慮 要如何去做一個專業的累積 逐漸的改由其他組織去來承接 接下來或許我們可以以行政法人 或是民間組織等適合組織形式 再去做發展 我們怎麼樣能夠去開發一些APP 讓民眾在迷途的狀況 讓他自己去引導你回到最近的步道上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其實就是要把搜救的能量建立的更好 搜所需要的技能 老實講是我們原住民族本來就有了 因為你要看這個山豬是從哪裡過去的 你要看他的跡象 那人是更大的一個動物 所以人的跡象是更好判斷 不少山友認為解決亂象的做法 並非在把山封起來 而是需要妥善管理 像是搜救業務應該潮專業組織化發展 維護山林環境必須總量管制 納管登山商業團 這些地方因為沒有總量管制 那又有商人行為 所以導致了說商業行為需要行銷 行銷就會讓一個地方爆紅 那爆紅的結果就是造成人潮非常的洶湧 很多的民眾在同一個邊進來 超越環境的承載量讓環境退空 台灣最熱門的山是玉山 那在玉山我們可以看到 長年以來這裡的商業行為利益非常的龐大 但是環境卻沒有毀掉 原因是因為它在國家公園裡面 受到總量管制的法源的規範 另外深化山林教育是最根本做法 讓登山的人自我評估能力 並且負起維護山林環境的責任 原始新聞喜固迪卜禄案 地法院採訪報導